这30例确诊都是有明显的这个传染途径的 加拿大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本来觉得是又是平淡无奇 起来送孩子上学 然后剪剪视频的一天 早晨起来照亮例行的看了一下宾哥的视频 然后留了个言 刚刚我发现他回复我了 然后说订阅了我的频道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么我在这儿呢也非常推荐大家 去订阅罗宾 因为罗宾是我那个特殊事件开始的时候 我最先关注的一个真实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博主 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大家一样是忧心忡忡 然后每天播报给我们那个地方最新的一些动态和政策什么的 现在呢更多的是分享他的生活和他日常撸猫的一些片段 不是有人说21天可以形成一个习惯吗 那我就是21天形成了一个每天早晨起来 先看宾哥视频 然后再去吃早饭 然后再去我今天一天的生活 觉得就非常的治愈 因为他的视频总是让你觉得特别的积极向上正能量 所以呢如果想了解那个特殊地区 人们是怎么日常生活的呢 欢迎大家订阅 宾哥的视频 他的名字叫罗宾 那我安立完宾哥视频之后呢 我今天的这支视频呢主要是想分享给大家目前加拿大是一种什么情况 加拿大政府呢是说他们经历了03年非典和09年全国流行的那个H1N1流感之后呢 对这种感染病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 所以说他们觉得对这次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因为我是12年才来到加拿大 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加拿大到底是是怎么控制这两个传染病的 那我下面说一下联邦卫生部长海杜 他是怎么回应这个最新的这个传染病的呢 首先呢他就呼吁大家是做好监测提醒公众呢 注意防疫 接下来他也是说了如果要是这个疫情在某个地区蔓延的话 他们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比方说关闭学校等后开设隔离中心呀招募志愿者呀 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恶化的话 他们考虑的是加强这个省级医院的一个接纳能力 然后对医院实行扩容 如果进一步扩散的话 他们会考虑对病人进行分类 决定哪些人先治疗 这点呢加拿大全民医疗真不是吹的 他们对病人的这个分类是一以贯之的 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分类了 比方说你去医院的急诊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一个慢性的 或者是就是不是那么紧急需要治疗的 你有可能在那等上啊 等上一天才能看到医生 这点可能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他们对病人的分类是做的非常的 怎么说得心应手吧 不过呢他的讲话呢 虽然是说加拿大目前的扩散的风险是仍然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但是呢他也开始透露出这个疫情呢也可能随时迅速的在加拿大扩散 然后我们也做好了这种准备 那接下来呢我帮大家梳理一下 截止到3月4号那加拿大一共出现了30例确诊 这30例确诊都是有明显的这个传染途径的 所以说目前加拿大是没有爆发所谓的那种社区感染 社区感染就是说这个人是就是无缘无故的就被感染上了 这种就是社区传染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捋不清他这个传染线到底在哪 所以就可能会引起爆发变成那种超级传播者 但是目前加拿大30例呢全都是有迹可循的 那我现在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加拿大目前所有感染病例的这个基本信息 第一例呢是在1月25号在安省 50多岁的一个男子从武汉返回多伦多 所以这是加拿大的首例在1月25号 那26号呢也是安省 是第一个患者的妻子 27号呢是BC省一个40多岁的男性 他曾经到过武汉 那接下来过了4天之后呢 在1月31号在安省 20多岁的女性从武汉返回伦敦 这个伦敦不是英国的伦敦 是那个安省有一个小镇 它的名字也叫伦敦 这个还出过一个笑话呢 就是有一个男的 他买票买到那个伦敦 他说哎怎么这么便宜啊 结果他一下发现在加拿大的伦敦 又是过了4天之后 2月4号在BC省 一个50多岁的女性 他没有去过中国疫区 但是在家中接触过 从湖北地区回来的亲戚 接下来两天之后 2月6号是第5例 那个女性的两个亲戚被确诊了 所以说这个传播链也是很清晰的 第8例是在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后 有一个从上海返回温哥华的 被检查出确诊来了 第9例呢是也是在BC省 他近期去过伊朗旅游 那从第9例开始呢 跟伊朗接触的这个病患就开始增多了 23号呢是在安省 由中国来的一个女性 到达了多伦多 第二天24号BC省 是那个去过伊朗的那个人的丈夫 第12例呢安省60岁女性 他最近去过伊朗 第13例呢 是刚才那个去过伊朗的那个女性的丈夫 被他妻子给传染的 27号同一天呢 魁北克省 注意这个是除了安省和BC省之外 第一例在这两个省之外的病例 在魁北克省 他是从伊朗回来的50多岁男子 28号呢又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 在安省从伊朗飞回多伦多 这是伊朗病例的第4个 第4个病例了 那从28号安省 有一个80多岁的男性 他去埃及旅游被缺诊 29号那天发生了4例 3例在安省都是从伊朗返回 1例在BC省是从伊朗返回 这4例呢都是因为去伊朗 从伊朗返回而感染的 那进入到3月份 3月1号呢是有4例都是在安省 有3例是从伊朗返回 1例是从埃及旅游返回 那3月2号是有3例全是在安省 2例是从埃及返回 1例是从伊朗返回 那3号是就是昨天 是有3例 2例在安省 一个是从伊朗返回 一个是从埃及返回 还有一例是在BC省 从伊朗返回 所以说其实你看 从加拿大的这种情况 也可以了解到 伊朗和埃及现在是很厉害的 从2月24号开始 加拿大之后发生的 所有的这些疫情 全都是跟伊朗和埃及有关的 已经跟中国的 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加拿大目前还没有停止 非中国的航班 但是从中国回来的呢 已经一个多年期 没有确诊的了 从另一方面来判断呢 这个中国的疫情控制 也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担心的 就是这些海外的国家了 那其实加拿大政府 也已经意识到了 从昨天开始呢 加拿大首席医疗官正式发生 所有来自伊朗的人将会和中国湖北 底下的游客一样 在入境接受相应的检查 然后采取自我隔离14天的措施 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重申 他不会对中国伊朗和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 关闭边境和叫停航班的 那以上呢就是加拿大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呢这个风险控制 还是比较低的 目前还没有爆发 但是who knows 也可能明天后天就突然就是大爆发了 这个谁也说不准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吧 好像该说的也都说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对加拿大生活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哟 拜拜